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应如何为误轨道众生失实 其因共才如法 不至于招淫反效果 帮助六道众生 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自己心地清净 你没有这个功夫 他得不到 帮助人都办不到 你怎么有能力帮助鬼神 我们今天三十七年的法师帮助鬼神 主法的和尚 没有这个功力 但是做这个佛师还是有效 效果在是大众的力量 不是他个人力量 如果个人真有道心的时候 不需要大众力量 你们看《银城回忆录》 谭旭法师讲的故事 这是他在没出家的时候 他们三个的朋友 后后开个中药店 谭旭法师长江 当中有个姓刘的刘居士 天天都乐阴阴 就一步进乐阴都八年 他这个标题是霸宅寒窗都乐阴 一个人 一生当中学一样的 他心是定的 八年 他心就很清净了 这就是功夫啊 没有咋念呢 你看他做超度佛师 真超度了 中午 生意很清淡 没有人上门 他们在柜台上打瞌睡 他做了个梦 这个梦很清楚 不是模模糊糊的 有两个人到他店里来了 他一看 他很害怕 为什么这两个是他冤家 他们为了小事情打官司 他打赢了 这两个人上吊死了 为这段事情 他也很后悔 不应该给他们争着一点小力的时候 让他们两个人自杀了 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 晓得 这两个鬼子来了 可是看他的样子 很暗响 并没有 并没有卧衣 走到他面前 跪到地下 他就问他 你们两位来有什么事情 他求超度 他心就放行了 不是找麻烦了 求超度 他怎么样超度发的 他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没问题 我答应你 看到那两个鬼啊 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肩膀 升天了 什么仪式都没有 自己有功力了 他这是靠什么力量 八载 八年 念了严经 这个功德 这两个走了之后 又看到两个人 一个妇女 带个小孩 一看 他前妻 死了的这个 这个太太 跟他一个小孩 走到面前 也是跪在面前 求超度 他答应 就看到这两个人 也是踩他的膝盖 踩他的肩膀 上天去了 你就晓得 真的 古人讲得不错 行由不得 翻球助击 只要自己做好了 你就有能力 影响别人 有能力 帮助 六道众生 一点都不假了 你要真有真实 这个修行功夫 你没有功夫 还有烦恼 还有习气 还有贪嗔痴慢 还有自私自利 这不行 这个完全是搞形式 连鬼神都瞧不清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没有功夫 从前李老师讲 真诚心 还有作用 如果心底 连真诚都没有 那就没有作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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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食 供养的时候 都没有尊重性 很草率 很随便 这个会一起翻小口 为什么呢 得罪鬼神 让鬼神都瞧不清 就这个道理 离私 都要明了 这些 这些 都没有尊重心 都没有尊重 都没有尊重 我 都没有尊重